此苦真的是一種美德嗎 歡迎收看維他命師 施以諾的心靈維他命 曾經有兩位年輕人 兩個都非常的優秀 也都非常的上進 其中一位大學的時候成績比較好 另外一位大學的時候成績 反而沒有那麼樣的優秀 可是成績比較好的那一位 畢了業以後 常常東做一塊西做一塊 幾年以後下來 他的一個成就好像比較模糊一點點 沒有一個比較具體 或是一個比較聚焦的發展 另外一位 雖然當年成績沒有那麼好 但他一直都非常非常的上進 他就設定一些目標 專門的往那些目標去發展 專門的往那些目標去精進 沒想到幾年下來 他在社會上的發展 反而比當年成績比較好的人 都還要來得優秀 我常常有時候會聽到這個社會 評論我們時下的年輕人說 這個時代的年輕人不能吃苦 所以真的我覺得 對年輕人也滿冤枉的 為什麼呢 我看過滿多年輕人 其實滿願意吃苦的 但是平心而論 有時候我們能不能夠做出一些 有果效的事情 關鍵點不在於我們願不願意吃苦 而在於我們懂不懂得去吃 有目標的苦 什麼是吃有目標的苦 這件事情有多重要呢 其實我很喜歡歷史上的使徒保羅 他其實做了非常非常多有意義的事情 那他也是一個很懂得吃苦的人 他為了要做成那些很有意義的事情 他曾經被人家給嚇在監禮 甚至被人家給唾罵過 被人家給威脅過 他是一個很能夠吃苦的人 但是他在回顧自己的一生的時候 他也講過一句話 他怎麼說呢 他說我奔跑不像無定向的 我打拳不像鬥空氣的 什麼意思 他是一個做事非常有目標的一個人 他除了肯吃苦以外 他的人生的目標非常非常的明確 這一點其實很值得我們來學習 吃苦當然是一種美德 但是要懂得提醒自己 去吃有目標的苦 吃以諾的心靈維他命天天都給力 天天都給力